台湾新有民众到台中一间酸菜鱼连锁店用餐 点了一杯奶茶 没想到住在喝完的时候 竟然在杯底发现有一只大苍蝇 让他是当场觉得恶心想吐 事后店家虽然道歉也退了饮料的费用 但是网路上面也有民众 曾经反映店家的卫生问题 因此当事人还是将不愉快的用餐经验po上网 也希望店家能够加强卫生管理 装着奶茶的塑胶杯里头 一只大苍蝇就粘在杯壁上头 一动也不动 仔细看还能看到翅膀和触角 一想到就让人头皮发麻 原来有民众日前到台中知名的酸菜鱼连锁店 就在喝完整杯奶茶后 发现竟然有只苍蝇 让他当场觉得恶心想吐 不敢进啊 不敢进就会不敢吃 就是觉得他们的卫生室不好 奶茶有帮他做了更换 然后也有做后续退款一个月的话 会做一次定期的店内的大消毒 所有民众向店家反映 虽然店家道歉也退还饮料的费用 但是上网搜寻 发现有不少民众都曾反映过店家卫生问题 有人在鱼盒饭里面发现过蟑螂 餐厅卫生令人看忧 虽然没有接获检举 但食安处人员也主动前往店家机查 这间酸菜鱼连锁店 台北台中共有六家分店 颇具人气 但现在爆出卫生问题 店家也承诺会加强环境卫生管理 希望不让苦心经营的形象因此受损 接下来刘其宇台中报道